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有几次爆到每个人说几万次闪电一晚 但问题就出现了 有些手限拍了几张我放了在Facebook 那些学生有些同学有些WhatsApp我 直接有些直接打电话问我 sir怎么设计的 怎么设计的 怎么设计的 如果拍闪电 说真一句 我们以前菲林年代真是有少少藏彩的 即是拍真的藏彩的 还有一样东西 那时候资讯没那么发达 那我们要拍闪电 我们就 喂 下横 风 还雨 开始了 接着如果真是有心机拍的 想拍的 真是拿着一部机不知捐去哪里拍 去撞彩 真是撞彩的 现在都要撞 都不是 你告诉我 拍一张拍到 我就说你不是撞的 不是不是不是 这样说 现在撞彩的机会都有 一定有的 现在不用撞呢 很容易而已 其实呢 这些东西 为什么我不拍呢 我觉得很简单的 喏 你走去 你走去买一个叫做 阿仙奴的东西 的盒子 放在你上面 它闪着什么 它就同步的 它自动同步的 自动同步的 还有它全部的东西都帮你弄了 那些有现在同步的 所以这些是机械东西 而已 现在问题就是说 你不想做机械东西 那你就有少少技术 然后呢 它就知道它在哪里闪 那这个当然啦 譬如 明明前面闪 你的镜头对了后面 那你这一小子都拍不到 以前我们真是撞彩 那后期就出了一个叫声控 或者和江敏连江敏的塞打 那个控制器 装到那部机那里 那它一闪呢 它同步就跟你插那张了 那其实又有一样东西 要拍不是一个问题 你订到找到的地方没问题 但是在哪里闪呢 它会在哪里 或者你要站哪里去拍呢 其实呢 香港天文台是有apps看到的 就是说百分百不敢说 你起码会有个概念 或者有个地方 那如果简单 我真的很想拍的了 哇下雨了 这几天可能天文台有雷暴 什么什么 我想拍的了 那通常你不会早上去拍的 已经浪费了 一定是晚上的了 那你设定一些设备啦 那你要找那个位置 那天文台的网页主页 在左下角有一个雷达的标志 那这个标志呢 你卡进去呢 它就见到一个六十四公里 一个一二八公里 一个二五六公里的三个图表 那这三个是怎样看的呢 那我们一般来说呢 就先看二五六那个先的 二五六呢 其实它本身呢 就会是有对照两个钟头 两个钟头有二十张照 是现实时 刚刚你现在按过去的两对照两个钟头 是 那那个风向 就是譬如你的风向是由南去北 或者南去西 或者南去东 它怎样走 那你知道的位置先 至少知道第二 第二 那现在你看到的呢 它那二十张照呢 就是之前过了的 但是你记住哦 因为它是因为二百五十公里 本境是一百八十几公里 一百十几公里 一百十八公里 那那一百二十 就是说你有一个钟头的时间 知道那些雨将会向怎样走 和向哪个方向走 那好了 再看看六十四公里 六十四公里那个呢 就很好的 因为我染绿呢 咯 我们就一样东西 我看到那个apps呢 里面 蓝色的部分呢 就是黑的云而已 云或者落雨 但是它黄色的部分呢 就是雷暴区 那我们再进去 卡进去六十四 那里呢 你就会看到它的雷 雷雨带怎样走 那很简单啦 如果你看到你本身 我原来想 我真是想有兴趣拍 譬如假设是港岛区的闪电 那你就不会去港岛拍的啦 你可能去尖东啊 甚至或者在文化中心啊 在对面 或者去西九啊 那如果你想拍 譬如我想拍 城门河一带的 那你不要看你的位置 就是你自己有个心理 其实 如果你有兴趣拍呢 就要先点几个位置 譬如如果雷雨带在哪里走 你就在哪个位置去拍 那你起码你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你因为看到 那个雷暴区怎么走 那我会放回这些 其实你自己上一落雨 你就看到了 一卡下去那个apps 那你就看到它怎么走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是不是它的雷雨带 去到你心目中想去的位置 那你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预备 就是当然啦 你到时收拾机收拾的就慢慢啦 但是如果假设一样东西 你只要闪电都好你拍不到的 是通常是下很大雨之前和后 或者下完雨那阵雨 那阵雨雨过了之后 边缘你还拍得回头 或者是你本身 它那个雨云未到你的头顶 或者在你的头顶过 那时你就要那时拍就 因为你未被雨遮 太大雨了 然后就蒙了 根本就看不到的 那当然啦 如果你最好的话 我环境家里对面很英俊的 你只认得我都没问题啦 隔着一只枪 家里都关灯了 那你就一样拍到那个环境的 那当然你关灯了也好 那你要留意一样东西呢 你的枪会有雨水的嘛 那我拍法是怎样呢 我设定就是说 第一件事我先预了位置 我看到它的雨雨 但是来着了喔 我去到哪个位置也是啦 那我最近那七位山里拍的 在我的朋友室内拍的 那看到原来 咦到啊 反正我都没走得了 最紧要是在室内啦 室内可以安全的 总之不要在一个空曠的地方 千万不要自己站高位 因为一批钟 就不会讲拍照的啦 就不要讲拍照的 是拍照的 所以一定要在有瓦遮头的地方 有瓦遮头啦 第一 你平时 假设有文化中心 你可以建个桥底啊 是 很多地方都有的 那定了 始终它都有雨撇的 那我怎样 第一件事 我讲讲设定 我自己设定啦 这个就不是标准的 大家随意的 你喜欢怎样设定 没什么所谓的 我拍法呢 就是说 我本身 当然你先教它无眼远 你接镜一定是无眼远 还有你一样东西 你要知道你自己拍的 阔度 譬如我假设我用12 或者14 那通常你现在 家里点都好像有支12 那些人都12、14 怎样都有支 或者不是你变焦镜 也有支 那我就是用 30秒 大约8至11光圈 当然看那个光度 当然现场你会看光度 但我设定了8至11 8至11 我就不移动了 但我怎样去改呢 就是用ISO去改 因为光圈 快门 我30秒了 就已经没移动了 30秒我远了3秒 那光圈呢 我就在8至11之间 那大约歪镜 工作的范围 就比较实正一点的 好了ISO 我现在就看了 当它闪的时候 其实我每一张30秒拍完 或者拍两张呢 我就会看一看照片 行不行 如果光很近的 很强的 那你便将ISO到100 如果你觉得 原来它的光不是那麽强的 你便可能去到200 或400 其实都足够的 那其实再真的 哇真的很强的光 你便收11光圈 我大概拍两张左右 看一看 看一看 接着没问题了 再按 那你用室打醒 拍了它而已 其实按了 连环快拍 按了 接着一30秒 你都看到 其实人眼很容易骗它 它以为很多支电 其实它同时间 只有一条电 因为那个范围 因为它放电 有一样东西就很有趣的 因为我拍就是说 我拍 通常我时尚次拍就是说 它来的时候 我知道我看的apps 原来雷雨它是经我头顶过的 嗯 好了 立刻收拾好 它动了在这里 它看到光的 天亮的 但是没有电的 因为你在它头顶后面 其实你不是你的方向 我发尾也不亮 其实呢 有时呢 每次不同的 因为我觉得呢 30秒呢 我曾经试过几年前 已经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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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闪到很多次 如果你30秒 你向 就是一定是白了 那次 那次呢 我几是 我用11 12秒 已经爆了 已经爆了 多了 已经爆了 所以30秒很难 就算你under到100 和11缸 都没有办法 就是 因为 很近 因为秒数呢 其实影响 是强过其他 其实可以了 所以我都说了 如果你本身 你看一张照片 如果它很频的 那你就将那些 很频的 你就不可以30秒 可能十几秒 是的 我觉得 首先呢 快门影响 是 你 阿毛根sir 刚才说的 就是 比如最近那些 就是 不是那么多的 不是那么强的 不是那么强的 那你真的要 Cover 30秒 去Cover 那 这个是一个setting 如果你遇到 那些 很厉害 很强大的 你随时是 四秒 这些就是四秒 这些四秒都不行 随时 所以 我看到 那些人 是 他 他弄完回去 就很濕 很夸张 那 也都有 所以我觉得 其实呢 影 影闪电 是真的要看现场的 是 那 现在 我们有几个 是提醒大家的 第一 毛根sir 那个模式 30秒 是 比较少电出 你那30秒里面 可能Cover 有20秒 是没有电出的 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不是用DETECKER 所以 这个是 最大 最大功能数 能够 装到电 譬如 如果你说 这么强劲 你用四秒 四秒 其实随时 一个电都没有 没有的 你拍不到 所以 长时间 但是呢 它的优点在哪里 它的优点就是 你容易吸到电 容易撞到有电 容易撞到有电 那 其实 如果你说 你买一个 但是 但是 那个闪电 那个引发器 是实装的 是实装的 那是实装的 为什么它实装呢 它除了 它实装之外呢 它是一直在搞你 光圈 快门 和 ISO 所以呢 它就是 所以它就是 做了我们 自动帮你做 如果它看到 那些闪电很厉害的 它就立刻 四秒 或者是 四秒兼 400 ISO 这样 它三个设定 令到照片是平均 很贵 很贵 又不是很贵的 和相机比 一千来二千元而已 不过不要紧了 一千来二千元 但是 我觉得 买这样的东西 只要拍闪电 倒不如自己学会它 其实 我们为什么可以学会它 其实 你看而已 很简单 我用什么设定 很多同学 经常问 SIR 用什么设定 但是 你 说了给你听 你不了解 怎样呢 其实就是 你一样是不懂的 你下次 你有些什么 你就又再问 另外一个setting 为什么你要知道 我三十秒有什么用呢 其实我三十秒就是 我希望在三十秒内 它有两次的两秒 两三次撞到一条线 是的 那你就会出 其实是一样东西 我又说了一样东西 如果你是 那个环境 如果今天闪得好 如果连续闪 不停闪 你就要过一个时间 你就随时 十秒 十秒 你记住 如果你这么密 它其实都会光的 它有几条电 其实是很光的 你又不需要 一定要改个ISO 是的 那些ISO都未必 没错 其实我们 现在说 是我们用一个方式 你可以用一个方向去改变 那你老实说 第一次 第一次看到你就撞到 真的很好玩 所以 很简单 我们有多少个设定 有ISO 有光圈 有快门 其实 最重要的是 快门 第二是到ISO 其实光圈 差不多都是11 没错 光圈是最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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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这两个用完 最后才搞光圈的 如果给我来说 还有你拍照 有一个人 突然间很疯疯疯疯 建议 带着胶纸 将个无限远 对了之后 就黏住它 不是 搞两个 就扭了个无限远 因为其实 要记住一件事 尤其是手动镜 不要说手动镜 很多镜 它本身就是原厂 也不是不扭到促进 无限远的 可能要回改了一点 但回多多 就在每间厂不同 因为就是这一件事 因为现在的世界 生产力 就是可能个相机 在原厂 可能是在大陆做 支支镜扒 可能在日本做 那点 它们亦有一个 缓冲的空间 给它们挹接 所以 本身的镜 很多都是过了 而且我建议你 不要用自动镜 最好用手动镜 会更好 更好,因为你自动镜子,因为它那个温存很,因为它想移动的时候,或者你慢着拍了AF,它在那里扯,就会实死的, 而且你一闪,它就不知道做什么,你又不知道部机做什么,你能控制的东西,你就搞不定的, 那一定要在你自己控制范围之内,譬如假设一样东西,我用手动镜,很简单,现在你出名,或者是12老挖, 三人之十四,或者佛伦达,佛伦达也有125.6,很轻轻的,那这些手动镜子其实是挺好用的,那你就拿来,最好就说, 诶,教好了,放大看一看,就是你起个Line View,看一看,接着OK的,用假设念不住它,就不要动它,那你就收光圈,就只动光圈,没错, 那你那时候就用那个,那是ISO,去就,就它那个, 用这个快门的秒数和ISO,就一门, 快门就是要查一下它,有时候做它那麽密度, 其实快门呢,快门就很快就会决定到,即是如果你看到,不密的,那你就要用30秒, 如果很密的,你就可能10秒,8秒,随时都可以, 还有一样东西,要留意哦,你有时候拍完一张照片都要看一看, 如果你的镜头,拍多几张就要看一看,不是的, 你的镜头面可能你的filter濕透了,是,没错, 你濕透了,你要抹了,那你不知道的,你拍, 它现在说它不会被你看到,那你其实呢,就不要贪心, 不停按,不是的,一张或两张,你都要看一看, 很多时候你要带定一些, 其实你要带定一些, 紙金,甚至乎你带定一个, 这个胶快脑,在那个面前遮住一半, 就变成没有那么多可以撇倒进去, 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你不知道的, 因为你不怀疑的, 不怀疑的,变成你浪费了一整晚的心机, 那你就变成, 因为呢,其实一样, 因为你十一缸圈, 你不要想着要勾到那些水碟, 你自己没有勾到, 一定是, 点水碟都很清楚的, 那你就不要浪费了, 就算不清楚你都死啦, 都一整缸都, 还有啊,好笑啊, 有一个, 我, 那些所谓的那些师兄弟, 在那里说, 你那些, 三十秒, 你在镜头面前摸都知道, 我说摸会动的, 你脚强, 你不要想着, 三十秒没所谓啦, 我那些, 只是摸一摸, 就缩手而已, 其实你一摸, 其实你的影像是动了, 你后面的背景是动了, 你不知道的, 那张照片又是没了, 那如期这样, 不如你拍完, 其实一张至两张, 看一看, 有没有水碟, 就怎么都要看, 最重要的就是, 带一些索水的布, 或者纤维, 即镜头布也好, 是, 摸一摸去, 跟着再摸一摸, 最好摸一摸, 再摸一摸去, 跟着再继续拍第二张, 那你就会, 你不用浪费了那天, 哇, 你出到都新水新河, 或者落水濕了, 那你, 还有一样东西啦, 我在第一堂都讲过, 第一个, 应该在第一次那时都讲过, 换相机濕了, 不用怕的, 回到去, 找风筒, 热风, 热风, 直接吹下去, 你不要怕, 我读读会变那样, 其实不用怕的, 因为你吹了之后, 你动起来, 都讲过, 如果可以看回我, 第一集那时我讲的, 你动起来, 找风筒吹, 吹完之后, 让你晒, 走回气出来, 你见到的, 如果你之前曾经濕过, 你一吹, 你见到里面有个红在那里, 不用怕, 等它散了之后再吹, 如果再吹都有, 再吹一次, 因为暖暖的, 是无所谓的, 你想想一样, 你都说, 你在三十几度, 你在外面动的脚架, 拍照, 其实那部机会很热, 那变成, 你散了那些热, 才放回, 还要保持低温, 即是保温室温, 你才放回防潮箱, 就无事了, 所以, 所以, 就算有顶, 不要吹到那么差, 尽量退入少少, 起码都不会撕到那么多雨, 最重要就是撕, 最重要就是一定是, 虽然你歪镜, 所以歪镜也有遮掌罩的, 遮掌罩是保护到少少的, 保护到少少的, 另外, 如果可以有马尖头, 最好, 室内更加好, 但室内也是一样的, 有马尖头和室内, 不要吹到那么差, 入少少, 起码不会, 一有风雨的时候, 然后, 即刻都中了, 因为, 其实, 影针闪电, 一定有雨的, 室内也有留意了, 譬如你隔着的枪, 你关掉的灯都好, 你要摆那个相机的位置, 你的手可以摆出去, 擦到的枪, 要不然,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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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他们都是打开的枪拍的, 呃, 我就, 即是, 很少, 除非, 除非, 你在那些地方, 是开不了枪的, 那你, 没用的, 你打开枪有一个不好处的, 因为可能,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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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 你, 所以, 很多有一个位置很漂亮的, 不过, 当然, 不是经常是维港, 有, 有, 有闪电, 就是, 就是, 西九, 不是, 西九是一个新位来的, 就是, 师傅哥哥, 另外, 那个很传统的位置, 就是这个, 尖沙咀码头, 呃, 那个叫什么, 那个停车场, 尖沙咀码头, 海运, 海运停车场, 海运停车场, 有几层的, 二楼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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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二三四, 总之不是最上那层, 最上那层没有顶, 那下面那两层呢, 其实呢, 影闪电, 他又可以让你进去, 当然, 你不要那么圈花, 影响别人, 隔车, 很多人在那里都会拍照的, 我当年就在那里拍过, 但是, 当然啦, 你说那些电很厉害, 又闪到这个中银, 诸如此类, 那些, 八言一遇的, 不是每个人都拍到的, 不用拍到的, 拉过就可以了, 这就是那样东西, 这就是那样东西, 那就是那样东西, 不会拍到那样东西, 所以也都有一些, 那些闪电很多的那些, 其实有些是大闪电的, 其实现在就已经容易做, 容易做到的, 容易很多的了, 以前我们的飞拉面代, 我们现在说, 哇, 有个很蠻乱的, 闷到抽筋去拍闪电的, 我说, 是啊, 不是, 很多东西都闷的啦, 那些打着那些又是闷的,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手朱代套拍照, 这些叫做, 以前拍闪电真的要猜, 现在很简单, 好像说, 你在天文台看Apps, 都多了很多东西, 你起码知道, 你不用撞, 就是不要说, 喂, 起码知道我电在哪里走, 那个雷部, 那个雷雨区在哪里走, 那你未去, 你有心目中要拍这个雷雨区, 那我要在哪里走, 因为它, 香港虽然你说很小, 但是它雷雨区通常不会 cover, 很少说整个都 cover了, 可能是一大, 当然啦, 我说句真, 虽然这些文台有Apps给你看到, 不是百分百的, 是啊, 虽然是一个钟头, 但是, 理码它会撞彩的, 所以, 一定是撞彩的啦, 都要撞彩的, 有什么可能不撞彩呢, 就算你的setting好叻, 就算你知道了所有的资讯, 都是撞彩的,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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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到四点钟, 坐到晚上八点钟, 不过, 我觉得, 你拍十次八次, 没理由拍不到的, 那这件事, 祝大家好运啦, 不过记住一件事, 不要走什么山顶, 那些地方拍, 千万不要, 一定是最愚蠢的, 真的有机会, 真的有机会, 不可以树底啊, 那些地方,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真的危险, 那些, 一定要有阿姐头, 附近最好有一定, 最好有高的标题, 有避雷衣服, 那你就自己安全了, 就安全了, 没错了, 今集就说了这么多了, 下次, 下次再见, 看看还有什么镜广, 有什么有趣的项目, 看一看, Furlund Tart, 其实, 都有人问过的, 不过, 我遲些才会说, 因为12mm那支, 是有几代的, 我建议买回第二代, 因为第二代可以用Filtr, 第三代, 新的那代, 是不能用Filtr, 不过, 不过, 我再找Filtr来说, 好,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哦, 再 hätte,